排骨给我高一点吧 排骨不错就后面感觉有点长了这些冰头上这个啊 当然可以了 那个小的不太好看的给它切掉 好的 没事呗 多少钱一斤呢 这不用做不用多开 我回家自己多 你回家自己多哈 这叫爷爷 多少钱一斤 怎么这么贵的 这个排骨 一共五十 天热 素菜不好保存啊 这个菜心还不错 抓一点菜心炒炒 菜心配香菇啊 两块六 九块六 九块六给我抓点葱吧 算十块钱一共啊 大家我是老田 今天买了一点排骨 我们做一个无锡酱排骨 给他们解解馋啊 就是今天这个排骨稍微有点贵 五花肉才十几块钱一斤 排骨要三十多啊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弄起来 这块排骨不错的 上面油光闪闪 特别的新鲜啊 我们只要给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排骨洗干净以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剁一下 这个长度呢 最好剁个六七公分的长度啊 这种长度刚刚好的 跟上再给它砍一下 这个排骨非常漂亮 多好的排骨加入葱姜 黄酒 再加一勺盐 排骨拿手给它抓匀 抓匀以后呢 这个排骨 我们要给它先腌制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啊 我们再来把这个洗干净的香菇和这个菜心啊 用水给它多泡一会儿 骨头里面我们还要准备点葱 姜 八角 桂皮 香叶就可以了啊 料头也很简单的 先把这个姜给它切一点 直接切成片 小葱给它打成葱结 这个腌好的排骨 我们先给它挑出来 把这个葱姜挑掉 准备好以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排骨给它上锅做上 锅里少放一点点油 我们来多放点冰糖 先炒个糖色 这个糖色给它炒到微微起泡 然后加点水 再把锅里这个水给它烧开 这个颜色已经找红色的了 先给它倒出来 锅里再加一点油 稍微多加一点 然后给它改成小火 我们把腌好的排骨下去给它煎一下 用小火把这个排骨两边给它煎到金黄 这个不要用油炸 用油炸之后它有点干吧 没有这个煎出来的香 煎一煎 这个香味已经全部给它煎出来了 给它翻一翻 把两面都给它煎到金黄 火不能大 小火再慢慢煎 两面都煎的差不多了 先给它盛出来 锅里留底油 先下入姜片 小葱 剥下以后下入八角灰芭香叶 小火把这个料头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香味煸出来以后呢 我们加一点水 把煎好的这个排骨下去 下入前面熬好的这个糖色 生抽要放一些 这个老抽我们也要放一些 黄酒 黄酒加一点 可以少放一点醋 醋可以分解这个骨头里的盖子 盐加一小勺 冰桃再放几个 然后给它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小火呢 炖个一个小时左右 不用 我们再把这个泡好水的菜心切一下 从中间给它一切啊 要不然它这个 不容易熟 然后再给它切成段 香菇也给它切成片 再准备几个蒜子 拍一下 跟青菜炒在一起的一下 排骨炖的差不多了 哇 好香哦 我们先把里面这个葱姜料头给它剪干净 调去葱姜以后我们给它开大火 来把这个汤汁收一下 要把里面这个汤汁给它收收干 这个汤汁收干以后 这个颜色它就会慢慢上来的 差不多我们给它出锅 烧好的排骨给它摆在这个上面 好香啊 太香了 等下就有个吃了 继续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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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